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视能录 但录我也不知道怎么取 我到现在还不会 不与人争得失 唯求己有之能 不与人争得失 唯求己已之能 这也是在维录业话中 在很多摘选的所谓名言录中比较多的一句话 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一概念 我说努力呢 努力是个错误的词 努力避害人 努力就是争取 争取的意思是自己可能达到 也可能达不到的 但是呢 在争取中 在努力中 有着自己渴望 有着一种自己的战友的欲望 贪婪的欲望 有着自己一种非获得而不罢休的一种心态 当你非获得而不罢休的心态出现的时候 就像在体育竞赛中 就像现在在这个 澳大利亚网球赛公开赛开打的时候 那只有一个胜者 那他就一定去努力 那是求散 但是在利益中 在周围的环境中 在群落中 如果你不顾及任何事情 你只求自己之所得的话 你必伤害他人 而且你必是一个 必是一个怎么说呢 叫什么 害群之马 可以这么讲 叫害群之马 这词呢 不太好听 因为在现实的环境中呢 人们都在争取 人们都在努力 人们崇尚努力 人们崇尚争取 人们崇尚占有者 人们崇尚占有者 小偷把你偷了 你可见不得人了 因为什么 你怕朋友骂你是笨蛋 没有人谴责小偷 只有嘲笑你的无能 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生命价值观的堕落的一个直接表现 所以能抢的 能偷的 能占的 他是强者 因为是丛林法则 那跟传统的文化中人们常说的 不与人争得失的概念就完全相拗了 所以不与人争得失 而只求自己之尽力 知所能知所知 这是什么 尽力 尽力 意思不愧对自己 尽力 在命运的安排下 你遇到了这件事情 尽你之所能 却不在得失中 你是一个享受生命过程的人 你是一个真正境界 生活在境界上的生命 而不是利益中的小人 一个在与人争持的人 必然在话语中是小人 必然在道理中是小人 因为他一定向别人陈述他的利益 陈述他的权利 陈述他的应该 陈述他的无奈 陈述他的委屈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他争取过程中的手段 他要达到的是拿到东西 所以在古术古老的 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中 不跟别人争 事情来了只尽力 那可能朋友会说 那可能他就拿走了 那可能他就拿走了 我就没了 如果一个人在现实的环境中 黄泉路上无老少 我们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曾把握的话 那你拿到那个东西 一个自己的生命之所然 你都不能把控的话 你拿到那个东西有什么意义 可是如果你这件事情被你遇到了 你又是参与其中 你去尽你的所能 尽你的知识的能力 尽你的能力所及 坐到那儿 没够饶 哈哈一乐走了 那又是什么生命境界 如果朋友们觉得我说的不错 那就请涛哥喝杯咖啡 周末愉快 那 Avec你 狐狗就是你的 谢谢 他也真的 encourag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